在碧檀宴改善工程施工期间 小毛蟹大军的出现振奋人心 也肯定了生态工程所带来的成效 而除了小毛蟹外 为了让新电锡回游鱼类都可以顺利上诉 新北市水利局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曾勤贤 设计了这独一无二的鱼道 他表示采取五段四转折的设计 全段使用竖槽斜隔壁的组流材 让鱼儿上诉时可以休息之后再往上游 同时还设置了观察窗 并且与在地有线电视业者合作 装设了水下监测摄影 民众在家就能够透过直播 看见壁檀宴鱼道水下的状况 一起来认识溪流生态 国内第一个有装设水底摄影机做监视器 来监视这个鱼道效果的这种鱼道 那经过初步的测试呢 这个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鱼道的宣导 可以让大家对于淡水鱼的保育更加的认识 曾庆贤教授指出 过去新电锡因为污染 所以使得生态受到破坏 近年来在整治之下 逐渐恢复了溪流该有的原貌 如今碧檀宴鱼道完成 可以让新电锡许多鱼虾蟹回油上诉 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已经陆续发现有20多种素油习性的鱼类回油 可以监视监测到非常多的乌鱼 另外水下监测摄影还联动了AI鱼类辨识整合系统 可供生态研究使用 更可以作为后续环境教育推动的教材 曾庆贤教授表示 希望随着碧檀宴的完工和成效的展现 能够让国内相关的宴霸和生物廊道 可以得到更大的推展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